第二个 你要了解法华经怎么修呢 了解道理修 是在第十四品 安乐行品 什么 生清静 生安乐 口安乐 义安乐 誓愿安乐 而真正的修行呢 是在讲第二十五品 或者有些也会包含着其他的品 比方说二十四妙音菩萨品 或二十五观音菩萨普门品 有些把二四跟二五一起合起来 也可以 为什么 这是代表大悲观世音菩萨 旧度众生 六度菠萝蜜 所以各位啊 你们念的普门品是讲 观音菩萨 正到八地不动地 道价慈航 所以可以买你的愿 老实说很好 可是我们不容易正到这个果位 对不对 我们连凡夫都很苦恼 你连出地欢喜地 在这一生呢 都不容易正得 讲到果 是在第十六品跟十七品 如来寿量品 分别功德品十七 这两个是讲果 result 它证悟的果位 所以在如来寿量品里面 释迦摩尼佛亲自告诉你 他来说婆世界啊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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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的 所以在换句话说 2500多年以前 古印度视线的释迦摩尼佛的 交谈如尊者 对不起 祈陀太子 sorry sorry 高达嘛 就是释迦摩尼佛的太子 事实上他是来演戏的 他是以什么呢 八相成道 就从都帅内院 功德圆满以后 下身人间 舍都帅 将王公 气味诸家 苦行学道 而视线成佛的 事实上释迦摩尼佛他说过嘛 他来说佛世界已经很多很多次 而这个功德他写在哪里呢 写在如来寿量品 所以为什么说 法华经是经中之王 跟华严经一样 因为释迦摩尼佛要灭度之前 他讲了真话 如来寿量品里面说 他已经来了很多次了 再看幻灯片 所以要有机会 你到印度菩提加野 也应该发愿去灵鳩山朝山 灵鳩山你看 这是我侧面拍的 就像大制度论里讲的 像灵鳩 佛在这里讲 大方广佛 对不起 大般若经 以及大乘妙法莲华经 而且佛本身在这边呢 也有一个禅修洞 我也进去了 真的非常的宁静 阿兰尊者 加设尊者 在这座山的山脚底下 他都有他们的洞窟 那我们现在去 你看 佛陀说法台 我们看到的 只是说法台 可是在天人 以及在菩萨看到呢 灵山会上啊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 所以 释迦牟尼佛现在还在印度 灵鳩山说法 比方说 在中国智者大师 他就曾经讲 他遇到的他的师父 慧斯大师 他就跟他讲 你好好念法华经 是 他一直念 念到药王菩萨本世品 是真经经 是明法供养如来 他就入定了 他就真的看到 灵山会上还没有停 甚至他看到 他坐在他师父旁边 所以可见呢 这个故事有一个很重要的 注意听 念经大乘的经论 你可以入定的 但是经文你要很熟 念咒也可以入定 后面会介绍 普贤王菩萨的咒 所以你很真心的念 但是呢 现在的人呢 比较不容易入定 是什么呢 念经的时候很忙啊 忙什么呢 心很散乱 敲目鱼啊 打法器啊 对不对 经文又念错啊 待会念一念啊 快来啊 等会念一念 快走啊 你这样怎么会入定呢 知道吗 念经的时候要如对佛前 要很专注 很虔诚 所以我要给各位连友建议 当你自己做早晚课 或是法会也是这样 把所有东西做下来 心应该定下来 对不对 智者大师呢 念法华经就入定了 所以可见呢 在定中是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障碍 他念 世真经经 世明法供养如来的时候 他看到了灵山会上 他也看到了多宝佛塔 也看到了多宝如来 当然文殊谱贤观音 弥勒地藏大菩萨 他通通都看到了 那问题呢 我们现在 我们的心念力还不够 所以要加油 所以如果有机会 你应该到印度 除了东边的 Bodhi Gaia呢 离车子的部分呢 大概半天的路程 就可以到灵旧山朝圣 我自己去过两次 在那边为所有的众生 念补贤行愿品跟念佛 所以我也很欢喜 再看法华经 它殊胜在哪里 有两尊佛 这是在日本人雕的 铜镀金的两尊佛 中间是多宝佛塔 上面就是写 南无虎隆的贵 就是妙法莲华经的经体 右手边就是多宝佛 左手边转法轮印的 就是释迦摩尼佛 所以法华经很大的殊胜功德 只代表过去现在未来 诸佛是没有时空障碍的 好 接下来再看 第十三页 第十六行 法华经虽然我们讲 修是第二十八品 可是你若问师傅 法华经这么多这么多 要从哪里修呢 下面四个根本条件 在法华经法师品第十 它说的 第一个 大悲心 Universal compassion 第二个 Gentle manner 心要非常的柔和 所以你好好念法华经的人呢 你应该慢慢去调你的个性跟脾气 第三个 忍辱 Continuous patience 注意 Continuous 要持续性的 第四个 要正入法华经 这个法华三昧 你还要学般若空会 Realization as emptiness of all phenomena 为什么呢 因为在法师品第十品里面就有个祭颂 请各位看十三页第二十一行 这个祭颂请你背起来 若人说此经 应入如来是 拙语如来依 而作如来作 楚众无所谓 广为分别说 大慈悲为是 柔和顿号忍入依 诸法空为作 处此未说法 也有些连友问我说 师父 大圣经论常常讲 我们念一记一句呢 都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真的吗 答案是真的 那你法华经很忙很忙啊 没办法念普门品 怎么办呢 就念这个祭颂吧 你一样有功德 很虔诚地念三遍 我解释给你听 若有人要宣说此 妙法莲华经 应该心进入如来的事 事就像一个room或house 什么是事呢 下面有讲 大慈悲为是 第二个 要穿如来的衣服 比如说我们出家人 有披袈裟 或在家人披慢衣 披慢衣代表什么 柔和忍入依 也有脸友问我 师父 我受了菩萨界 不披慢衣可以吗 是不是新加坡太热了 所以你不来想披慢衣 这是在另外一个讲座 有一个脸友问的 没关系 我今天才回答 对不对 披这个衣代表你自己 不要忘记你所发的誓愿 还有这个衣代表什么 柔和忍入依 你先要有大悲心 披柔和忍入依 可是有时候我看到老菩萨们 做法会可能人比较多吧 或是比较忙对不对 他就披着袈裟这样冲上 借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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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第一排的 这个reserve it for me 我那时候看他披着袈裟 并没有柔和忍入依 了解吗 第三 诸法空为作 要了解一切法是空性的 所以你必须多读金刚经 般若经 有了大慈悲心为事 有了柔和忍入依 了解一切法毕竟空 你很精进的学习 你就可以为众生 远说妙法莲华经 所以反过来说 假如妙法莲华经 人家问你 这么多的经文要修什么 答案就是这四个 我再讲一遍 很重要 大慈悲 二 柔和 三 忍入 第四 诸法必尽空 这很重要的 好 接下来从第十六页 以后 科判呢 请 请看一下 忘了 请看一下 混灯片 我刚才没讲完 好 Welcome to Taiwan 有一天若你欢迎到台湾的时候 我会建议你去很多地方 当然也可以去101啦 不过要提醒新加坡的联友 因为你们住在新加坡很习惯了 新加坡很小 老实说我们台北市啊 就比你们新加坡还大 所以去台湾的时候 不要一天啊 跑三四个地方 这样你会很快往生的 太热啦 而且呢 很多联友跟我说 师傅啊 太累了 我每天都check in check out check in check out 然后都在坐车 没错 因为台湾不是你一次就全部可以跑完的 我建议你呢 北部 这样子 要么最后去东部 也可以看到太陆阁 慈激功德会 有机会可以坐高铁到中部 也可以到南部 所以欢迎你常常来台湾 假如有机会去台湾 请不要忘了 假如你修法华经 或欢喜法华经的人呢 请你要到一个高雄紫竹林经社 它是以法华经 佛法身三宝 而建的建筑 是这样的quality 是媲美你新加坡的佛牙寺的 在全新加坡 是看不到以法华经而建的建筑 佛法身三宝 那在后面我会介绍一点点 我在安乐行品里 我有介绍过 但是我今天是讲重点 请看这张幻灯片 你念了这么多法华经 你有没有想过 常不清菩萨长什么样子 你从来没看过 现在看到了吧 它是比丘生 但是呢 它叫做常不清菩萨 它就是释迦摩尼活过去的阴地 在这张照片里面呢 它有一点老 它还有皱纹 可是呢 它看到任何人都合掌 常不清 就是它看到在家出家 它都虔诚的顶礼 那当然众生呢 有些是不好的 会打它 骂它 然后呢 它就说 我不敢轻视你 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所以它专门修呢 常修礼拜供养 它看到任何人就拜 甚至有人骂它呢 你是疯子 它还是继续拜 它说因为你有佛性 我不敢轻视你 那有人打到它呢 把它从这里呢 赶出去 赶到旁边 赶到山顶上 它在山顶上 它还是对你拜 我不敢轻视你 因为你有佛性 所以请问 假如你老公老婆 骂你的时候 你会不会带他 常不清菩萨呢 这是很好的学习机会 再看 好 对不起 师父真会选 选到缺业的讲义 看来我可以中马票了吧 我缺了十三 十四十五 你们有十四十五吗 那叫大家都中马票吧 那不好意思 请大会明天补一下好了 对不起 因为七月很忙 所以忙中有错 所以你们也没有十四十五啊 好吧那你就看我的幻灯片好了 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会中马票 原来每一个人都会中啊 好 十四十五 好 法华经最重要的功德 是设三称法为一称法 就是说 它是身文成 原觉成 跟菩萨成 都可以成佛 所以法华经很特别的是 释迦牟尼佛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为身文 设立佛 阿难尊者 须不提 所有的五百大弟子 授记 一般佛只会为菩萨授记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 为没了菩萨授记 下一尊你会成佛 可是佛呢 不太会为身文众授记 所以法华经最大最大的 特殊的地方是呢 设三称法 身文成 原觉成 跟菩萨成 都会成佛 所以这叫设三称法 导一称法 寄宋里面 请看幻灯片 如果你常常读法华经的 你可能很熟 十方佛土中 唯有一称法 无二亦无三 除佛方便说 十方佛佛土里面 不管佛讲南传 北传 藏传 讲二臣 二臣的意思是什么 小臣跟大臣 三臣是什么 身文臣 原觉臣 跟菩萨臣 其实这些最后目的 都是希望你成佛 所以这叫佛的方便说 那有身文 原觉跟菩萨 这都是假名字 菩萨 释迦牟尼佛 跟过去诸佛 为了引导众生 要宣说 究竟成佛的智慧 这是法华经的特色 为什么呢 因为成佛的智慧呢 是非常高的 我们是凡夫 不太容易体会到 佛的智慧是怎么样 好 请看幻灯片 假如有机会 你去香港 大宇山 宝连禅寺 大殿 中间就是 释迦牟尼佛 右边是第四天 有胡子 左边是大半天王 这样的大殿 也是很少见的 这是依佛 讲般若经 跟法华经的时候 而造像的 尤其是般若经 所以三寸的方便法 跟一寸的真实法呢 在法华会上 释迦牟尼佛都宣说 所以有机会 你如果去香港的时候 不要忘了去大宇山 有宝连禅寺 它的大殿是 非常的庄严的 好 设三寸法 为一寸法 下一个我用了 一张图片 就像佛塔 有高的佛塔 有中的佛塔 也有矮的佛塔 低 中 高 三个佛塔 功德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 都是佛塔 佛塔是象征着 佛灭度以后 尤其是在大乘 所以低 中 高的佛塔 不管你是出很多钱 或出中等的钱 或是出一点点钱 其实你的愿心 都是为了成佛 所以用这张图片 你可以看出 设三寸法为一寸法 走的都是一个成佛之道 这张照片是 印度智慧灵的佛塔 好 接下来 修行的目标与结果 就是正德法华 大乘的法华三昧 最后圆成无上的佛道 请看一下 佛的智慧是广大无边的 现在介绍韩国佛教 韩国佛教里面有一个石窟庵 我没有去过 不过我看过很多书跟DVD 然后按照东黄的照相 全部是用白色的石头雕的 而且很特别的是 每一年的冬至 农历的冬至 太阳升起的时候 照的第一道光线 是照着佛的脸 所以佛的一脸 一照的时候 整个大殿都变成金色的 然后他们就开始 从那一看那送金 然后开始绕佛 所以佛制是广大无边的 从印度传到中国 也传到了韩国 也传到了日本 所以现在反而我们在 日本跟韩国呢 才能够看到唐朝的时候的照相 那因为中国大陆 因为历史的因素 还有新加坡的历史 也只有44年嘛 对不对 Congratulations 刚刚过完 我们中华民国是 今年是98年 还有两年 我们就100岁了 哎呀 100年来是吃了很多很多的苦 中国的人呢 是很有善根的 但是中国改朝换代啊 都有很多很多的 复杂的业力 所以在台湾 以及在新加坡的历史是很短 可是这个韩国石窟庵呢 大概至少都有 1000年以上的历史 你可以看到唐朝非常广大的丛林 所以以前的出家人是很有福报的 住在丛林里面呢 是比你们的哈巴フラント的hotel还漂亮的 好 接下来再看 佛政务 政务在南传佛教里面呢 本来刚开始是不可以雕佛像的 佛灭对以后用什么来象征佛像呢 法轮 图提叶 还有佛的脚印 还有佛塔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在 伦比尼院的佛塔 但这个原来最早的造像呢 是在哪里呢 是在印度 二三世纪 阿育王建的 叫三级佛塔 是非常非常的庄严 所以我刚才要说的是说 政务大称的三昧 成就无上的佛道 无上的佛道怎么样表征呢 佛塔是一个最好的代表 所以你看到藏传佛教里面 为什么大殿里面 它要供佛塔 而这张图片里 佛塔有四面 佛的出身 成佛 转法轮 跟入涅槃 它就是以妙法莲华经 而雕的雕像 好 十四页没有 好吧 那真的不见了 好 再看 这次我演讲几个重点 那我先打出来 给你们看 因为只有五天 很忙 所以我第一个要讲 普贤菩萨 亲自问释迦摩尼佛 末法时代 善男子善女人 怎么样可以受识到 妙法莲华经 佛回答了要有四种发心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 受识妙法莲华经 依太虚大师的法华经讲录 他把它判为 上中下三品的功德 在偶依大师的课办里面 并没有 可是我将来 待会后面 我有把它补上去 你用听的 后面你会看得到 上中下三品的功德 最殊胜的上品功德是吗 你发愿 二十一天 昼夜精进 很少的睡眠 念法华经 你会见到普贤菩萨 亲自骑着六牙白相 放光来加持你 这是修持到 可以修得到的 所以这一次第三个重点 我会专门介绍 南摩大恨普贤王菩萨 普贤菩萨他的梵文叫做 Sammantapattala Bodhisattva 他有他的修持 也有他的功德 这一次我也会从 显密的角度来介绍 请看一下 好 看下一张 我们讲普贤菩萨 华言三圣 华言三圣从哪里来呢 大概在中国历史上 要到第八世纪跟第十世纪 华言经翻到中国的时候 我们中国照相才有 华言三圣 这个是重庆的大族石窟 是用站的 中间是毘鲁真阿佛 右边是文书施力菩萨 注意他拿着一个舍利塔 左边是普贤菩萨 拿着一个多宝佛塔 所以你看 早期的文书跟普贤 不是拿剑 也不是拿如意 所以这是非常早的造型 而且呢 这大概有两层楼 到三层楼这么高 那因为它是石雕 所以要考虑到 如果下雨的话 那这些佛像就会摊坊 所以你会看到 佛像的旁边都有很多 一个一个的洞 什么 排水道 那背后呢 就是贤结千佛 这是重庆大族石窟的 华言三圣 所以到现在 很多道场 若送华言经 当然也供华言三圣 请看 这就是我商业经社的 木雕的华言三圣 商业经社 我刚才在创立的时候 我也想 我们修很多法门 我们要求生极乐世界 但是我第一个发愿的是什么 普贤行愿品 所以我们供华言三圣 中国人的佛像呢 都是非常的圆满庄严的 接下来再看 俄眉山万年寺 明朝万历年间 皇帝下历呢 用了将近一万到两万的铜啊 住的普贤王菩萨 全部涂经的 所以有机会 如果你去中国大陆 俄眉山 你就会看到普贤王菩萨 非常的庄严 所以你看 这个就是中国式的造型 接下来再看 中国唐觅的造型 普贤菩萨 他右手跟左手 会拿着灵根除 而且这样的普贤菩萨 在最头顶上 有个种子字 但你看他的脸跟颜色 就跟我们现在汉人看的 就不太一样 这是东密的造型 当然他还是其大象 所以这个呢 就传 由中国的唐觅 传到日本的东密 所以在这次讲座 梅乐菩萨跟普贤菩萨 我都会介绍大乘 也会介绍日本 也会介绍西藏佛教的 因为他们也修这个法门 好 下面第四个 专门介绍大乘弥乐菩萨 因为释迦牟尼佛 把所有的经论 交给梅乐菩萨 注意听哦 地藏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是说 地藏地藏 若近未来季 百千万劫 众生造恶业 若有一盒掌 一粘礼 一烧香 一共一朵花 虽然他的恶业 都会百千万亿劫 在三恶道轮回 可是啊 地藏 希望呢 我把这个责任 交给你 释迦牟尼佛是 交给地藏菩萨 让所有的众生 什么 永远不堕三恶道 第二个 投赛在天上 或人间 要学习佛法 这是释迦牟尼佛 交给地藏菩萨 可是释迦牟尼佛 交给弥勒菩萨什么呢 弥勒 弥勒 未来呢 我一度的众生 得度了 未来没有得度的人呢 在龙华三会啊 通通理会得度的 所以弥勒菩萨 是负责释迦牟尼佛 把所有的教法都交给他 所以弥勒菩萨会讲一切的经论 包含南传 北传 跟藏传的经论 因为你要听经学佛 是要有善根的 地藏菩萨是度呢 有些众生呢 他受了很多的恶业 造了很多恶业 受了很多苦 堕入在地狱恶鬼出身 当然你说念弥勒菩萨 他会不会不堕三恶道呢 当然弥勒菩萨很慈悲 也不会让你堕三恶道 但是从众生圆的角度来讲 一般的众生是什么 都是先拜观音跟地藏比较多 因为众生的业很重 很少呢 初学的人呢 就会读六百卷大波热经的 对不对 可能呢 你听过这个名字啊 连书皮你都没翻过 对不对 现观庄言论你读过吗 听过名字而已 瑜伽师弟论呢 听过名字而已 看书皮对不对 看前面跟后面 那就放回去了 所以要深入经上 是要有善根的 要多生多结修的 所以弥勒菩萨 负责会把释迦摩尼佛 全部的教法 继续呢 会在龙华三会呢 会弘扬 但事实上 弥勒菩萨 他度的法会 不是只有三次 注意听 三次是指什么呢 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三次会证果 比如说证阿罗汉果 或证初地菩萨 或证八地菩萨 或证十地菩萨 所以龙华三会 注意听 不要理解说 哎呀 没了菩萨医生 只讲三次经 不是 是三次大法会 所有的众生 都会证果 所以你得精进 你若不精进 到了弥勒菩萨 那个时代说 尊贵的弥勒菩萨 他看看你 你啊 还是修十善业道经吧 你呢 他也会看你 你送过法华经 你很欢喜 弥勒菩萨 就会为你讲法华经 你喜欢药师法门 弥勒菩萨 就为你讲药师经 你喜欢西方极乐净土法门 弥勒菩萨 就会将你讲 无量寿经 跟阿弥陀经 所以我讲这个用意是什么 答案还是要靠自己努力 再看下面一个 所以第五个呢 我会介绍 弥勒菩萨的修持与功德 第五个 会整部妙法莲华经 修持有无量无缘的功德 无量的智慧 你也可以得到 无量的福报 无量的受用 但是小心 若毁棒法华经 那你将来也会夺地狱的 请看 南魔当来下身 弥勒尊佛 所以真正的弥勒菩萨 应该是长这么庄严的 两个手 结上品说法印 右边是法轮 左边是摩尼堡 然后呢 它是两个脚 这个是往下垂的 然后呢 这是报身佛 报身佛 弥勒菩萨是这么庄严的 所以我会希望各位 假如你欢喜供弥勒菩萨的话呢 应该供这样的造型 先不要转 谢谢 摄影的人不要急 我还没讲完 因为一般人只是供 布袋和尚 布袋和尚是化身佛 但是注意听 一贯道也供弥勒菩萨 可是供弥勒菩萨 并不代表你就是佛教徒 当然弥勒菩萨 不会舍弃别人 一贯道 道教演练大悲咒 但是你有没有正知正见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若你真心要供弥勒菩萨的话 我会建议你供养 这样报生佛 很庄严 转法文像的 当来下身弥勒尊佛 对不对 不然呢 你每天看呢 假如你供的只是布袋和尚 当然很好 你只是每天看着他的肚子 也看看你的肚子 那你不太会生起 广大的菩提心的 好 再来看 西藏皇教泽棒士 他们也供弥勒菩萨 他们叫 三戒讲霸 三戒是佛陀 讲霸就是指慈世弥勒 你看他在前面点的输油灯 非常的庄严 西藏人呢 全部用所有一身的金银珠宝 供弥勒菩萨 这个大殿呢 有五层楼这么高 现在你看拍到了 只是其中的脸的一层而已 所以西藏佛教 他们也有弥勒菩萨的仪轨 尤其是在皇教 格鲁巴 忠科巴大师 注意听 我过几天会介绍 忠科巴大师呢 也造了兜率天的上师相应法 他也发愿去见弥勒菩萨 你看文殊菩萨 还要发愿去见弥勒菩萨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下面一尊的第四尊佛 好 那希望这次短短的五天 时间有限 但是我还是供养大家 因为大会的齐请 我也很真心的念佛 拜佛诵经 把二十八品的科判 翻成中音对照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做参考 那法华经呢 中文本有三本 现在我们选的是 纠魔罗舌 英译本里面呢 有两个 请看幻灯片 假如你有外国人呢 你要推荐他的话呢 明天会补印讲义给大家 Leo Hubbard 是翻得最好的 1976年翻的 他是从中文的法华经 一个一个字翻成英文 那现在的年轻人 假如你有你的孩子 或是新的西方朋友 那我会建议他可以 看这本 Burton Watson翻译的 1993年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英文 是现代的英文 所以反华经呢 是全部已经音译为 英文以及多国语言了 好 你看 请看下面 佛陀在入灭的时候 最后慈悲的说法 就是讲法华经 然后最后讲涅槃经 然后佛就在 Kushinagala 居思纳所成入灭了 所以当佛讲法华经的时候 不但中国人读法华经 注意听 西藏人也读法华经 藏文本 伟大的刚博巴大师 在他的书里面 就引了很多次法华经 我特别去查过 你看啊 在与会大众啊 这个世界 跟他方世界 所有的大菩萨 都拿着白色的法罗 金色的法轮 各种金银珠宝 跟散盖 供养世交魔力佛 为什么呢 因为法华经 是成佛的法门 法华经里面常常讲 佛以一大势因缘 而出现于世间 什么是一大势因缘呢 开势悟入 佛知佛见 那法华经最后总结的时候呢 他就是交给 普贤菩萨去受持 现在来考你们一下下 你们都读法华经的 请问法华经第一品的时候 是哪一个菩萨站起来 知道吗 糟糕 你们不及格了 什么 文殊菩萨是被问的人 但是站起来的 不是文殊菩萨 其因法者是谁 文殊菩萨是第二个 我要问的答案 你们送了这么多 都忘记了 回去再送一遍 站起来的是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看到佛放光 骗照东方第一品跟第二品 东方百千万亿 那由他横河杀有血 这时候弥勒菩萨想 奇怪 释迦牟尼佛今天放的光 怎么这么殊胜呢 这个的光呢 谁会看过呢 千佛之师 所以他问了你刚才讲的 文殊势利菩萨 文殊菩萨是过去诸佛的老师 他就想 我还没有问 不好意思问佛之前 因为佛在放光啊 他很忙嘛 对不对 那他不好意思问释迦牟尼佛 他就先问谁 大智文殊势利菩萨 你是一切般若波罗蜜的老师 你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的老师 对不对 你一定也看过佛放这个光 请问佛是不是要讲大法呢 文殊菩萨就讲了一个故事 没有错 讲什么故事呢 讲过去呢 有一个人很混 每天呢 当用功的时候就不用功 然后呢 当大家在诵经的呢 他就在睡觉 然后呢 出去脱坡的时候 他就拿着经啊 叫很多人 来你念经啊 念经啊 要回向给我 回到僧团里就睡觉了 然后讲完这个故事 文殊菩萨就说 谁呀 那个就是你呀 米勒 你过去就听过这个经啊 每次都在打瞌睡啊 佛讲妙法连华经啊 你也听过啊 然后佛初定以后 就开始讲妙法连华经了 所以第一品跟第二品注意听 第一个出现的菩萨是 当来下身佛 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问谁 问文殊势利菩萨 智慧第一 好 这二十八品介绍了很多很多菩萨 最后一个是谁 普贤菩萨 了解吗 所以华言会上的所有的大菩萨 华言三圣都会顾持你的 我讲个真实的故事给你听 台湾有一位比丘尼非常的精进 非常非常的精进 他每天都送妙法莲花经 而且还一字一半 很虔诚 每天就念法华经 他专修法华经的 念完以后他就念观世音菩萨 他是比丘尼 他也欢喜修观音法 结果他每天甚至有一次 他在闭关不知道是半年还是一年的时候 他每天摘戒沐浴 然后这样点香 跪着念 大乘妙法莲花经 可是很奇怪 他在送法华经的时候 他看到了两个字 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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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觉得很奇怪 这个是不是幻境啊 我送法华经 怎么我眼睛有问题的 一直看华言 华言 后来他闭完观以后 他就开始去读大方广佛华言经 他非常的欢喜 就从第一卷一直读到最后一卷 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 真正读大乘的经论啊 都是文书菩萨 观音菩萨 跟普贤菩萨 三个大菩萨加持你的 那这位比丘尼是先读法华经 后来才学华言经 而新红师呢 刚好颠倒 我是先学华言经 先学普贤行愿品 普贤行愿品读了快三千步的时候 我就非常欢喜地读了法华经 所以我读法华经的功德 也是文书跟普贤菩萨加持我 让我深入精湛很欢喜 尤其是什么 普贤王菩萨 因为普贤菩萨呢 是险教跟密教一切呢 要畅除罪业的这个根本 第一个本尊 我后面会讲 所以看幻灯片 佛以于大事因缘出世于世间 就是要开示误入佛之佛界 好 再看幻灯片 好 这一品要介绍弥勒菩萨 跟普贤菩萨 请看印度菩提加耶的石雕 在一世纪到三世纪的时候 共的中间是释迦摩尼佛 右上角 右上角 右上角是燃灯佛 左上角是弥勒菩萨 所以以前的雕像是这样 那你看到的这个花呢 是我在过年 农历过年的时候 印度朝圣的时候 因为在金刚乘里面说 在衔结千佛成佛的地方 若供一朵花 你发愿就变成一百万朵 所以我供了很多花 这个就是我供的 而且还是我拍的 好 再回来看 那早期的雕像 过去 现在 未来 佛 那右下角跟左下角 是两个菩萨 是谁呢 看 右边代表 慈心三昧的弥勒菩萨 所以印度的佛教徒 没有一个人不拜弥勒菩萨的 没有一个人不拜观世音菩萨的 现在反而很奇怪 现在呢 到了中国是 哦 我修弥勒净土的人 我在弥勒菩萨 其他我就不用拜了 那有些人呢 说 哎呀 我是求生 极乐世界的 弥勒菩萨跟我没关系 其实这样的想法不太正确 早期 请问 若没有释迦牟尼佛 你怎么会听得到佛法呢 好 就算你去了极乐世界 那请问 这个地球还有云云 无量无边的众生怎么办呢 等弥勒菩萨来度啊 所以 弥勒菩萨是很重要的修持法门 再看左边 释迦牟尼佛的左边 是悲心三昧的莲花手观音 早期的观世音菩萨 是长得大丈夫像 他是拿莲花的 到了中国呢 为了适应超度 所以拿阳之净水瓶 看到了吗 这有文化不同的差异 而莲花代表什么呢 菩萨的六度万等的音 再看第八世纪左右的三尊的探卡 中间就是释迦牟尼佛 右手边白色的站着就是弥勒菩萨 左手边黄色站着的就是莲花手观音 注意你看 假如你看得到的话 如果图片很清楚的话 你注意看 弥勒菩萨手上拿什么 拿药草 它跟药师佛一样 念弥勒菩萨也可以治你的病 每一尊佛都可以治病的 每一尊佛都有无量的悲心功德愿力的 当然药师佛的愿力 是专门救身心的病痛 但早期弥勒菩萨是拿药草的 对众生治病 那这尊探卡的底下 有八尊佛 最后一个是弥勒菩萨 往前数是过去七佛 过去七佛你们哪时候会知道呢 大概是要在授界 出家人讲 我考考你们 释迦牟尼佛过前面一尊 先从弥勒菩萨 第几尊佛 第五尊 对不对 弦节第五尊 第四尊释迦牟尼佛 第三尊是谁 有人在讲 哦哦哦哦佛 你嘴巴动 但是你没有讲对 师傅看到 对第三尊是迦舍佛 对不是念业 迦舍佛 好那问你 第二尊跟第一尊是什么呢 有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听过 所以可见要听到一尊佛的名号 是很难的 那这个探卡就代表过去七佛 以及释迦牟尼佛在 那释迦牟尼佛的背后 有很多的眷属 那是代表八大菩萨 好现在请翻开第十六页 终于你们有讲义了 让我讲一个段落 我们今天就暂停 十六页 法华经啊 希望你真的发心 从第一品开始念 每一品的功德都很大 假如你有时间 一天念一两品更好 假如你能够念一卷 那更好 法华经有二十八品 但是以中国的这个经书呢 装定的方式有七卷 一卷大概至少要一个小时 而且很专心念 假如你能够一品一品念的话呢 那是有很大的功德的 所以请看第十六页 有分本门跟机门 对不对 你也可以看幻灯片 所以从古至今啊 很少的经额又是两次流通的 机门我们刚才讲是第一品到十四 本门呢是从十五到二十八 本门里面又分续分 正中分跟流通分 所以时间有限 所以时间有限 请你们直接翻开第十八页 第十八页 第六行 请看 第十八页 第六行 也可以看幻灯片 流通分 流通分 它分为三种流通 秉一 功德流通 它分三个 秉二 富足流通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你很多 你在念经 你并不知道 为什么这一品 又是故事 为什么这一品呢 全部都是咒语 其实它有不同的意思 请看 秉一 功德流通 是以功德力 而来修持流通的 分为三种 丁一 出品 应 功德 所以 随喜功德品 第十八品 是说 你要常常生随喜心 也就是 普贤十大愿的 随喜功德愿 我们没办法读很多经 但是看到人家 正在做功德 不要生忌妒心 我非常欢喜 随喜你的功德 你就有功德 所以 在所有音里面 最容易修的是什么 生欢喜心 跟随喜心 所以叫随喜功德品 第十八 这是讲音的功德 看丁二 果的功德 果的功德是什么 自己发愿要出家 做法师 也为别人 自己修妙法莲华经 自己 未别人 讲妙法莲华经 所以 寿辞 读 读 诵 书 写 十法 行 都是法师要做的 所以 法师功德品 第十九 就会讲到什么呢 眼耳 鼻舌 生意 六根都清静 所以 所以这要靠自己修的 丁三 信悔 罪福 相信了 有很大的福报 可是 毁谤法莎经 也是有罪过的 所以 他举了一个例子 谁 释迦 摩尼佛的 因地 常步 清菩萨 第二十品 这 丁一 丁二 丁三 都要按照 修持的功德 你才有能流通 佛法 好 接下来看 十八月 第十行 丙二 副主流通 副主流通 就是佛 亲自教给大菩萨 好 请看 副主流通 还分三 丁一 主磊流通 丁二 化他流通 丁三 自行流通 神通 请看 十八月 第十一行 主磊流通 是什么呢 佛在讲 如来神利品的时候 佛开始放光 大地六病震动 之前 龙女呢 视线成佛 所以 她就问 与会大众 谁要发心 弘扬 妙法莲华经呢 所有大菩萨都站起来 释迦牟尼佛 我发愿弘扬 释迦牟尼佛 你不在 我百千万劫 我生生世世在 六道轮回呢 我都讲妙法莲华经 然后呢 四大天王菩萨 也站起来 这个菩萨也站起来 那个菩萨都站起来 通通都站起来 发愿了 弘扬妙法莲华经 所以你会发现 静旦 有很多很多的 法师都弘扬法华经 为什么呢 都是法华会上 释迦牟尼佛 在竹蕾品第22 而嘱咐丁明的 举一个例子 台湾 正言法师 比丘尼 成立慈祭功德会 全世界这么大的功德力 是什么 修法华经 他们的例子 都是送法华经的 所以法华经的功德力 是很大的 这叫做竹蕾品第22 丁二 画他流通 注意听 这里的画他流通呢 从药王菩萨 本事品23 一直到 妙庄严王本事品27 这五品啊 这些都是大菩萨 都是挣了八地 不动地的菩萨 而来修的 所以 画他流通里面 又分四类 第一个 苦行 是药王菩萨本事品 人生共佛 就是从这里 故事来的 第二 三魅力流通 是什么呢 妙音菩萨品第24 以及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25 所以你才知道 你念了25品的 法华经 普门品 事实上是佛 交给大菩萨 去利益众生 而流通的 其实观世音菩萨 那是以大菩三魅 而流通法华经 请看 第26品呢 陀罗尼品 种池 这一次讲座 我会讲 三魅跟种池 有什么不同 在后面 第四 悟寺 世愿流通 佛就讲以前 过去妙庄严王本事 的故事 他呢 他跟他太太 是没有善根的 结果他生了小孩 没想到呢 两个孩子 都是佛菩萨来投胎的 药王跟药上菩萨来投胎的 所以他的儿子呢 就常常度他爸爸妈妈 说你要学佛啊 你要来闺蜜三宝啊 这就是妙庄严王本事品 所以你可以看一看 作为儿子女儿 怎么度你的爸爸妈妈 叫他念普门品 叫他念法华经 他就会慢慢学佛 最后 请看幻灯片 丁三 自行流通 佛最后的流通 法华经交给谁 普贤王菩萨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要讲的 好 再看几张幻灯片 我们今天就结束 因为我准备这么辛苦 没有看不太甘心 好 请看二十二页 明天开始讲二十二页 所以希望各位可以预习一下 那因为人很多 所以有些呢 补充资料 我也直接打在里面了 请看二十二页 二十二页 你要自己努力 你要自己努力 然后呢 你自己努力的话 你有功德力 你才会感动别人 所以他讲 约自行 顿号 劝别人流通 英文翻成 The strong recommendation for the Buddhist propaganda 那我打中括号的呢 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因为这是古汉文 那有时候呢 他必须要加一些形容词 那是按照经文的 所以可以帮助你去理解 所以普贤菩萨 是最后接受 释迦摩尼佛的嘱咐 所以凡是会念 法华经 或者凡是听到 普门品的人 都是文书 普贤 这个两个菩萨 放光加持你的 好 现在明天才开始讲经文 请看几张幻灯片 我现在开始介绍 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是从 中国的华言经翻成以后 中国的造像 就特别雕华言三圣 请看 这就是早期的 华言三圣的壁画 是唐朝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三个都长圆圆的 唐朝最有名的 不是杨贵妃吗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越圆越有福报 所以唐朝的佛像都很圆满 那我想大家都很有智慧 你知道怎么分辨 文书跟普贤 对不对 右边青色的狮子 代表智慧做狮子猴 是文书施利菩萨 注意看 这张照片上面 文书菩萨就开始拿如意了 你还记不记得 我刚才讲的 重庆大厨石窟 对不对 文书施利菩萨拿什么 拿施利塔 对不对 到这里就变成了 拿如意了 以后的文书菩萨是什么 拿智慧剑的 我想以后文书菩萨 应该来mobile phone才好 比较好 看左边 普贤菩萨是其大象 大象代表忍辱负重 也代表实践力 所以我们叫做 大横普贤王菩萨 横代表实践 念破音子 好 注意看 文书菩 普贤菩萨呢 这个时候他不是拿 多宝佛塔 不是拿宝塔 也不是拿莲花 他拿什么 拿金本 他手上的金本是什么 大方广佛 华严金 但是一般我们是 以狮子 青色的狮子 以及白色的 这个大象 来分辨 好 接下来再看 2006年 中国 四川 成都 峨眉山 普贤菩萨 开光 很抱歉 那时候我 并不知道 不知道原因是 我在2006年前 就已经去朝圣了 所以这个图片 我并没有看到 是朋友送给我的 我也从网络上 download 特别注意 这非常非常 壮严的 普贤菩萨 而且中国呢 动员了非常多的人 一起开光 我非常的欢喜 代表中国 将来大乘佛法 也会复兴 好 注意看 他的普贤菩萨 很多的个头 有没有像 圣食一面观音 牵手观音 有没有 代表普贤菩萨 也一念顿超越 十地 还有你现在 看到的大象 右边 前面跟左边 事实上 原来的造型是 东南西北 四支象 从照片这里看 你看到只是三个 对不对 普贤菩萨 这时候他拿如意 非常的庄严 然后每一面的 普贤菩萨呢 四个面 所以他有四边 绝对不是 你们新加坡的 四面佛 这不一样 可是他代表着 华严经的实地 所以普贤菩萨 跟观世音菩萨 一样 也可以显现 实地的功德 再看 近照 非常庄严 对不对 成都 峨眉山 普贤菩萨的开光 2006年 所以欢迎大家去中国大陆 朝四大名山吧 好 再看台湾也有 台湾大华严寺 有一位 你们新加坡也来过 海云法师 海云比丘 弘扬 普贤 朴贤 行愿品 跟华严经 那他的大殿呢 就是唐朝造型的 这个三个的大像 注意 这是三个像 不是四个 刚才呢 那个是立体的 所以是四个像 三个像代表什么呢 代表过去 现在 跟未来 就在你 现前的一念心 我再讲一遍 过去 现在 跟未来 就在你 现前的一念心 所以希望 将来 新加坡 不管任何的道场 任何的佛弟子 你若要共佛 最好想一想 你到底修什么法呢 你到底 依什么经论 唯有你主要的根据 大家很多人都共观音 地藏 可是有时候 我也发现 你们的联友是什么 跟你们吃呢 新加坡的食物一样 都是餐餐的啊 哎呀 这里又一尊 那里又一尊 这个又大又小 不要这样供佛 要整体的设计 你喜欢华元经 就供华元三圣 你喜欢西方三圣 就供西方极乐净土 当然 不要忘了 要供释迦摩尼佛 可能听完这一支经呢 你会想 哎呀 糟糕 我要再去买一尊 小的弥勒菩萨 他才会记得我啊 可以 但是佛堂最好是整体设计的 好 那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 那 明天 从二十二页开始讲 正式讲经文 请各位预习 好 结束之前 我们一起发愿 因为 首先很感谢 这个 佛教青年红华团 动员了很多的人力 财力 时间 而且他们也 都很欢喜的为各位准备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天 请看第八页 我们念 极乐净土 精简 发愿 回向文 愿所有的众生 将来都能够往生 极乐净土而成佛 请看幻灯片 我想这一段文呢 大家都很熟悉 所以我们待会一起念 请合掌 打开第八页 第十行 经文是从十三行开始 心不要急 发愿跟回向 在大乘佛法 是一个很重要的修行法门 好 我刚才说过 法华经 最后可以两种流通 一个上身都帅乐愿 见没了菩萨 在药王菩萨本视频里面讲 送法华经 也可以去极乐世界 所以答案是你自己的愿望 好 请合掌 看第八页 第十三行 慢慢念 不要念错 好 一起念 愿我灵欲命中时 净除一切诸障碍 念见彼佛阿弥陀 即得往生安乐场 我既往生彼佛已 成全成就此大愿 一切圆满尽无余 利乐一切众生界 彼佛众慧行清静 我时于圣灵花生 我时于圣灵花生 清读如来无亮光 鼓立一切众生界 乃至虚空世界境 众生极业烦恼境 如是一切无尽时 我愿旧境恒无尽 我此谱贤书甚行 无边圣福皆为下 我愿沉溺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博叉 愿经礼佛发愿 修持功德 为师有情 四恩总报 三有其知 法界众生 同缘总之 今天奖金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明天见